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如何在Proxima 15E中安装Linux系统 这次演示的是Ubuntu LTS 18.04的系统 首先我们在PUE节点的储存Local上传一下ISO镜像文件 这个你在Ubuntu的官网就可以下载得到了 我个人比较偏好的是Sover 18.04 LTS版 如果你想要图形界面的话可以下载桌面版 OK这就已经上传好的18.04的ISO镜像文件了 接下来点击VM新建一台虚拟机 然后给这个虚拟机取个名称 接着作业系统这里在储存Local里面选择你刚刚上传的ISO镜像文件 类别的话就默认的Ninex 5.x内核 接着系统这里默认就好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 硬碟这里默认的Scosy就好容量我设为25GB 接着CPU这里选择你想要虚拟化的核心数量 类别的话默认就好或者你选择host也是可以的 记忆体这边我设为注小1GB最大2GB动态分配 网络这边默认就好也是半虚拟化技术 也桥接到了VMBR0这个接口 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可以完成设置了 接着就可以启动虚拟机了 然后按数字2从光盘启动 也就是从刚刚上传的ISO的镜像文件启动 好的这就是安装程序的首页了 默认是英文按Enter继续 在这里不更新继续 接下来几个选项都说默认就好 一直按Enter继续就行了 接下来默认的是使用整块磁盘 而我正好也是要安装在25GB的磁盘上 关标下一道档这里按Enter继续 确认信息无误之后按Enter继续 关标下一道Continue继续 接着设定一下用户名还有密码 然后继续 在这边启用一下OpenSSH然后继续 接着这边没有什么要添加的就直接继续吧 OK接下来它就开始再安装系统了 安装完成之后直接不更新重启系统 如果重启不了的话就强制关机 接着我们再开机进入系统 开机还是非常的快的 接着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登录了 接下来我们先更新下源 更新的快慢取决于你的网络 你也可以添加国内源就更新的比较快了 更新完之后我们先Lockout注销一下 接着我们在选项这边启用一下QEMU Guest Agent 接着返回控制台重新登录 接着我们安装一下QEMU Guest Agent 安装完成之后就可以关机了 然后你在选项这边就可以看到QEMU Guest Agent是启用的状态 再次开机之后你就可以在首页看到IP地址了 有了Gest Agent这里才会显示IP地址的哦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主要给大家讲的是Proximus VE中如何安装Enter续系统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